大家好 今天是1月29日 星期三 鼠年先祝大家 今年身體健康 鼓運亨通 得心應手 還有一句就是 百毒不侵 這句今天可以說 同事拜年也好 出去做節目也好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就是這句 百毒不侵 好了 繼續說回大市的行情 大市 我想每次路上 今天都有個心理準備 港股在放假回來的時間 都會大跌 不知道呢 真的預料了 因為上星期五 收市之前的時間 大家看到局勢也一般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 關於疫情的消息 上星期都說得明白 你預料了 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會有很多這些消息 令市況很波動 跌了800點左右 大家覺得是跌夠了嗎 還有大家會開始想入市 問心的 我就有一點心動 就是說 在過去這段時間 今天都看著阿里巴巴 2805元以下 我覺得是可以開始 考一考課的 但是你好像美團 騰訊這些 似乎又不吸引 還有可以問大家一句 大家今天看到跌800點 有沒有一些 好像 好像 那個心 或者是 那個下跌呢 令大家怕不怕 因為今天 其實我身邊的同事 很多都 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可能真的已經預料了 還有呢 剛剛有個訪問 有個記者 他挺有心的 他有統計 就是說 在上星期的時間 當市場跌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 殺了很多牛證 但是 今天的時間 其實殺牛證的量 不多 不過也不難解釋 不難解釋 就是說 因為你上星期那天跌下來 的確是比較突然一點 而且疫情是剛剛令大家有些擔心 但是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其實大家真的有些 我想很多投資者 都真的預料了會跌下去 所以你不會真的有牛證過夜 所以 按道理 我真的不擔心 這一下 不過就 有個別的股份 你好像 阿里這些 再跌下去 205元以下 會開始 考慮 美團 其實美團 本身 你看看很多的業務 其實他也挺受影響 所以 我想你說 現在來說 這些水平 我又不會 撐住了 可能等他再跌一些 我再撐一撐 騰訊 那些港快社說 打機 那些人打機 那 會不會對他 可能有些幫助呢 的而且確 如果你看看數據的話 王者榮耀 在這一段時間 真的 好像流水 流水賬 是多了的 不過 一兩天的時間 是否就意味著 他好點呢 我又不覺得 所以 現在 要考慮買的話 按道理 那 阿里巴巴先 騰訊 和美團 我又暫時不考慮 是的 不過 除了這些股份之外 有些股份 都可以留意一下 港加索 港加索 都可以 幫一下 大概現在 二百六十多元 這位置 好像挺吸引的 另外 有沒有這些股份 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呢 暫時那真的沒什麼 那 好像 阿里健康 又或者是 平安好醫生 這些 就不建議大家追 因為 當然 你可以說 氣氛上面 對他們是有利的 即是如果你要追一些股 要再追下去的時間 這些我覺得 可以 想 短期 短線 但他們都預算了 波幅會很大 其他的股份 就好像 豪島 其他的股份 又真的 豪島 航空過測 跟這個 疫情 比較上的 關聯度比較高的股份 就真的不要碰 因為沒有的 大家可以 問心一句 就好像 你說這一次 大家面對著這個 疫情 那 我覺得 大家是擔心的 即這次是 真的擔心的 因為 我想大家 現在最忙的 可能未必是看市 可能是搶口罩 其實你想想 當年 SARS 好像外面的市面 有些比較驚慌 驚慌 其實沒有程度上 是好事 大家的衛生意識 提高了 是OK的 但是 在這個行程之下 零售板塊 一定是 差的了 而且 假設疫情的延續性 可能 拖回 一兩個月的話 那已經很大 還有 有一件事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 很多時候 大行有些估計 就是 如果這個疫情 可能去到 三、四月的時間 是高峰 到上半年的時間 都是圍繞著 這個疾病的話 我們的GDP 可能 那個 表現 可能會 差了 差了一個百分點 但 我今天也想到 一件事 就是 你想想 優勢 以這一段時間 內地的GDP 一定是差的 你記住 如果同比的話 我相信 今年 現在的GDP 現在內地的GDP 是要倒退的 我真的不覺得 還沒有增長 你想想 各行各業 其實現在 是完全停頓 停頓了 那 你何來會有增速 增速 對吧 所以 而這件事 本身 我覺得還沒有優勢 在市場上 是的 所以 按道理 大家也要留意 這個狀況 因為一旦你的GDP 可能真的 是不行的時候 至少這一段時間 市場一定會有 起伏一定差 以及在估值上 一定會被下調 所以 整個市場 是要小心的 我會覺得 市場有機會 是未跌足的 但是這樣的話 又變相之下 下半年的時間 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 狂放水 所以 所以 這一段 我想 我建議 等個時機來 時機來的時間 我覺得是可以 買貨的 不過 是要等 等 現在其實 每程度上的疫情 是加速了很多東西 突然間轉弱轉差了 是的 所以你說 好還是不好 看看疫情的演化如何 不過 在投資市場方面 可以開始 留意一下股份 當然 入手未 就是出手未 就是良體 好像有朋友問 內房股 其實內房股這幾天 是多的 那為什麼要出現這個狀況呢 因為 已經有消息 很多的 樓盤 推售的 全部都停了 那一停的話 其實沒有 其實一停 一停 你說 你的內房股 內房的拍電商 賣不到樓 這樣大家會自自然然 擔心那個 是債務的 不過幸好 它之前的時間 又配股 又化一些票據 變相之下 影響性 又不是那麼大 所以內房股又可以預備 還是 敲一敲就行了 不過 也是那句 在那個時機 這一段 不是 這一段 我會覺得 是一個機會來的 但是 先等下 再說一件事 其實今天有個版本 跌得比較多 我想比較少人提及 是哪一個呢 內銀股 內銀股 內銀股跌得多 但是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呢 這跟 這真的跟我之前說的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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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經常都說 其實內銀是叫做 百業之母 如果經濟狀況差的話 其實內銀是要賣單的 有個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設 如果這一段時間 有些人可能失業 或者甚至乎 有些經濟困難的話 他們可以 暫緩公樓 譬如你欠銀行 錢這樣算 可以暫緩公樓 就是暫緩 還款 你想想 如果這樣算的時間 哪一個最大件事 就是銀行 所以 現在銀行 真的慘情 現在 我們沒有錢還的話 又可以先拖住 你想想 其實 對老人來說 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所以 為什麼有時候都說 老人股太受政策影響 真的 你說買不買 我永遠都說 不要買 所以 每程度上 如果假設 我們的狀況 還是差的話 老人股 都沒有人走 但是沒有的 當它等到 半年的時間 當它真的 放水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炒回 但不是現在炒 所以 大家都是那句 有貨的 看看你拿著什麼貨 那你就拿著一些 藥股 甚至乎 5G的板塊 和ATM這些 儘管拿著貨 但是 最好一半是 一兩注資金 可能之後 就收拾便宜貨 這樣 這樣就會比較好些 對了 那今天就 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給我的 因為其實沒有 我覺得這一段 大家可以 雜思趕益 有Vinny的股份 大家覺得是可以 開始 部署一下 其實我也寫到 一個名單 那沒有 明天 可能我和大家 又分享一下 我沒有動手 但意思是 有什麼股份 我是看著的 那明天就和大家 分享一下 那我們先說到這裏 明天再見 拜拜